大家好,我是阿金 今天是3月6号 每天更新华强北最新动态 及最新拿火行情 美版15系列从发布到现在 一直是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今年的美版15 Pro系列 不能完美改卡 但这一个点就让很多兄弟望而却步了 当然了,现在的改卡方案也是有很多的 内置、DB盒子、触点、异形电芯、超保卡槽 等等很多方案 但是这么多方案中 没有一个能称得上是完美改卡 现在内置依然是最优的方案 当然了,内置最大的缺点就是改了以后不能换卡 这也是今年15系列这么便宜的原因 手上这台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美版有所的15 Pro Max 256黑色的机器 今天的拿货价是5250 5000出头就可以拿到一台全新未激活的机器 性价比拉的还是很满的 但还是最大的问题 不能完美改卡 不换卡的兄弟可以选择内置 内置是对机器本身伤害最小的方案 也是最稳定的方案 有换卡需求的兄弟们选择就比较多了 异形电芯、超保卡槽、DB盒子、触点 都是可以换卡的 现在比较推荐的就是异形电芯 顾名思义 把原装的电芯换下来 采用一块新的异形电芯 为卡槽留出空间 然后就可以实现插换卡 这个方案也是出来了一两个月 总体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今天就给大家先讲这么多 有问题的可以私信我 了解华强北最新动态 掌握一手行情 记得关注阿金